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台北某國中因校外的人行道年久失修 導致路面凹凸不平 校方想要重新整修 在人行道上要重新鋪上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的地磚 要鋪上正方形的地磚 以致人行道長是50公尺 寬是3.6公尺 金城包商有三種規格的地磚 A的話它是10公分 10公分 B地磚的話它是15公分 C型的地磚 它是30公分 30公分 若學校不希望人行道使用切過的地磚 試問 第一小題 承包商可以使用哪一種規格地磚來進行整修 那你這個磚�磚鋪上去以後 一定是這一邊的話 一定是這個正方形的某一邊它的倍數 這一邊的話也是另外一邊的倍數 不過這個都是正方形 那你就說這50公尺必須是邊長倍數 同時3.6公尺的話 也必須是邊長倍數 首先我們看看 這10公分10公分的話 會不會是它的倍數 可以啊 這是什麼 這是5000公分嗎 這是5000公分 5000公分是10公分倍數 那這個是360公分 這也是它的倍數 這可以啊 好 15的洗不洗 15不行 為什麼 因為15的話 是不是360 倍數 我們看看 360 好像4 15的話 這個是 2 這是多少 這是15 這是30 30 60 這是4 這可以啊 這一塊可以 這一塊也可以 30公分的話 可不可以 30公分的話也可以 這是 360 我看 這不行 這個不能整除它 為什麼 因為這個 15分之 5000 就是5000除以15不能整除 因為這裡它有什麼呢 3的因素 這裡沒有3的因素 所以不能整除 所以不行啊 不能整除 雖然它可以呢 整除這個 但是它不能整除這個 那這裡不行 這裡有3的因素 這裡沒有3的因素 所以只能用這一塊 用A型的 所以第一小題 它只能用A型 那A型的話 那他說 要多少塊 要多少塊的話 我們看 這個除以10的話 是500 也就是這一排 一排的話 是500塊 這個是500 就5000除以10 就500 那這一排的話 就是 這一類 這一類的話 有500塊 那這一行有幾塊 就360除以10 這一行的話 它有36塊 那是500 那是500 乘以36 就是N的話 就500 乘以36 這樣多少 一個2給它 就1000了嘛 那一個2給它 就是剩下18 所以18 後面三個0 所以是18000塊 所以需要18000塊 那是4個0 3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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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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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